有民眾拍下機車騎上微笑台北社區的人行道 以搶快通過這個路段 由於這個情況經常出現 已經影響居民通行的安全 因為微笑台北的 因為平常是這裡是可以活動行走 那車子上來其實會對微笑台北的住戶 有很大的安全疑慮 因為車子上來有時候不知道要閃車還是什麼 那大家其實為了搶這個紅綠燈搶快 就會騎上人行道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說市府可以幫我們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就是第一保障行人的安全 還是等於道路拓寬 還是有其他的方式說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接獲社區陳情的市議員鄭文婷 結合市議員陳怡 陳軍佐 邀請市府公務處交通處等單位到場會刊 研議改善解決的辦法 因為我每天都會經過這邊 都有看到有人會騎摩托車上來 那之前其實我們有會堪要請公務處來改善 他們也陨落要改善 因為這個是消防通道嘛 那我們這邊要做一個斜坡 然後從這邊斷點切斷 對 阻隔那個外送員從這邊騎過去 照規矩就是能順利的通暢的話基本上是不用走這個人行道的 就是因為機車的動線不足所以機車都會走上我們的社區人行道 那剛剛也發現了我們卸貨車沒有那個停車格 那也建議那個公務處增設一個卸貨停車格 根據之前基於救災這個消防通道這樣的一個需求 趕快去執行這個結論 那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之上 我們今天也大家集思廣益 也發現說現場必須要有貨車的這個卸貨的車位 因此我們希望在這個改善這一個坡道的同時 能夠把卸貨車位把它規劃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適度的阻絕機車騎上人行道的這一個情況 那我們希望民眾能夠行得安全 那車輛也能夠行得安全 透過會刊也呼籲機車騎士能夠遵守相關交通規則 不要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造成意外發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